它腳踏或者是按系統的,它就夾住了 機關就打開,打開就有下下下下 然後你下下,下到25公斤的時候 有沒有,它就關掉 好,完畢 它就卸下來 卸下來就,就帶著走到這一個 它會超過25公斤的一個層次量 你看這樣子,實際是會超過25公斤 實際上的話會超過25公斤 你可以在那邊設啊 它一般的話是這樣子啊 它那個,本來的量會很大,很快很快下 因為你要節省時間嘛 然後,重量快要到25公斤的時候 它會設一個SP-1 我SP-1我就會設 我們一般在這裡設 那就是它的流量對不對 我 進去之後 完成值有沒有 final 就是完成值 25.26 因為這個帶子是 帶子要算進去喔 260克,0.26 再來這樣enter SP-1 就是1公斤 它1公斤要提提1公斤 就是24.26的時候 就變小了 就變成慢慢下 SP-2這個就沒有設了 3-4這個設了0.30 就是說 你原本下去的時候 它已經感應到重量關的時候 它會做出來的 它會把它提前關 到時候 比較會達到 你要的重量 你要的是25.26吧 對 25是 近重 加上帶子 這樣子 然後完畢就跳出去 我到最後會再重新再整個 講過一次 用機器有料的時候 講 沒有料 搞不清楚 謝謝